今天和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教会建堂一些我们需要认识的事情 首先我们思想到九龙城进行会过去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历史 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结论 当我们看到这七十五年神的工作就是九龙城进行会是一间蒙大恩的教会 因为当神恩待一个教会的时候 神自己叫这个教会来增长来成长 过去七十五年来我们看到九龙城进行会从1931年一个谈道所开始 慢慢人数增加 于是我们很快就搬到这个 从那个码头码头冲到搬到现在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也怕整天被人加租那怎么办呢 就就考虑了一个建新堂的需要 就由了后来世大令到的新堂建筑的构思 那这是1940年的事 那么很快 这个师大令带到礼拜堂又不足给我们使用 所以神用改动弟兄姐妹 在1964年的时候 就建成了这个亚街老街的新堂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 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建立一个更大的礼拜堂 为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能够多传福音 能够被神更大的使用 到十几年前的时候 因为加入教会的人不断地增加 我们又觉得需要来扩堂 来应付教会的需要 那么当时教会已经有两堂聚会 增加到三堂 很快又加了一堂新周六晚的崇拜 那么现在成年人广东话的崇拜 一共有五堂 那普通华的崇拜也有一堂 在陪道中学那里也有两堂的崇拜的聚会 也有周六周日的 还有儿童的崇拜 那给我们看到 这个亚街老街的地方 实在是不足够来使用 很多弟兄姐妹 也需要被安排到 不同的地方来参加成长班 或者参加崇拜 我们已经租了一个地方 在太子道 我们也是租了后面的两间学校 就是陪到中学 他们从今完成 当我们大堂很 那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有 我外面有 外面有很好的地方来租借 但弟兄姐妹知道 他们去到这些不同的地方来参加成长班 参加崇拜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种缺乏亏属感的感觉 他们也很想有机会可以回到 亚街 亚街老街这里来 那这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地方 有一个家的感觉 转转折折 经过十几年 各方面的申请等等 那现在 已经接近 可以和政府 聊一些具体的问题 那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看到建筑的费用 飙升得很厉害 很多弟兄姐妹都忧虑 那究竟我们能不能 财政上能不能应付 建筑堂的庞大需要呢 那最近就做了一个 在不同 单位的弟兄姐妹之间 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八分之八十三以上的弟兄姐妹 认为我们 需要应该继续前进 在建筑堂的事情上 继续祷告 继续被神使用 因此 我们相信 众人以为 要的是 我们大家都要留心 我们相信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那么究竟建筑堂 我们需要留一些什么呢 今天从一段经文 给大家来思想 这段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 第十三 至二十节 当我读这段经文 给大家听的时候 请大家 很细心地去留意 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 他给我们成为 他让我们成为 今天 起新唐 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耶稣到了 盖撒里亚 费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 施敬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 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我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满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特别我们留意的是 耶稣基督在十八节 说的这句说话 我还告诉你 彼得你是小的石头 我还要把我的教会 建设在 磐石大块的石头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他 这里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的是 耶稣说我 要特别留意于我字 要建造我的教会 所以这两个我字很宝贵 是耶稣基督自己 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 在很稳固的根基上 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 所以当我们说到 建教会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说 耶稣以前实时说的是 他来 是要建立神的国 天国 那这一段 他特别说教会 用教会这个词 耶稣基督要来建造 他的教会 教会和神的国度是没有分别的 天国 是一个广一点的名词 而这个教会 是神用来建立神国度的主体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耶稣基督说 无论是神国 无论是教会 都是耶稣基督的 那么哪个有责任来建立神的教会呢 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了 那当我们留意这里 当耶稣说到他建造 教会的时候 这个教会是说到 会众 所以教会 圣经140次提到 这个教会 没有一次 这个教会 是用来指一个物质的建筑物 我们所谓的礼拜堂 所以耶稣基督这里 不是直接说 起礼拜堂 但是我们相信 当耶稣基督说到 要起 要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 这个物质的礼拜堂的建筑物 是包括在内的 我们对这件事很肯定 因此在教会历史里 在西方的教会 都很着重 建造宏伟高大的礼拜堂 因为这是旧约 神给以色列人提示的 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因为我们侍奉 也要把最好的给神 这是神的要求 所以西方的历史里 我们看到 他们花很多的钱 人力物力 为要造高大 宏伟的礼拜堂 为什么要高大 宏伟的礼拜堂呢 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 高大雄伟的礼拜堂 才配得上我们的神 这是历史上 为神建造礼拜堂的人 他们有这样的心思 要把最好的给神 神是伟大的 我们所为他建造的礼拜堂 也应该是雄伟的 是高大的 那么我们 看到这里 既然耶稣说 他要建造他的教会 主要是说 建造 他的会众 所以我们看到 在耶稣的心目中 教会 建立会众 是比建造礼拜堂 更重要的 但不等于 礼拜堂建筑物 是不重要 当教会十几年前 来思想到 我们要看一看 怎么样扩展 我们的礼拜堂的时候 我想当时 我们有几个方案 考虑 第一个方案就是 原地重建 所以我们请 我们请人来帮我们 做可行性研究 我们经过了一轮研究 之后发现 就算把这里拆了 重新造一个礼拜堂 这个礼堂 所能够容纳的人数 也就是 多三百多个座位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不划算 而且也恐怕 在新的建筑条例中 可能还要 进一步缩减地方 我们知道 之前有一两届 礼拜堂重建的时候 因为新的条例 和以前不同 所以他们的礼拜堂 是反而缩小了 而不是扩大 所以这是可惜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件事是不可行的 那么另外我们也考虑到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可以开多几个分堂 来容纳更多的会众 那其实这个在过去的 七十几年来呢 教会已经建立了 二十四间的 分堂 已经建立了二十几间分堂 而我们发现 建立了分堂 要发展的好事很难的 所以很多分堂 仍然维持着 维持在小教会的模式上 到今天还维持在 小教会的模式上 我们希望为神做大事 我们希望有这么多的 会众 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 我们就可以同心合一的 建造更大的教会 来由更多的实力 为神做大事 小的教会大家都知道 人才有限 地方也有限 经济实力也有限 能够为神做的大事 也实在是很有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希望能够 教会建造一个的新堂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最多也只有三千多 我们相信三千多 也能够暂时 满足我们的需要 那么当我们看到 我们建一个新堂 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教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思想 九龙城进行会 我们也为其他的教会 着想 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我们的堂池 池堂比较大 所以有 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派 其他机构 有大型聚会的时候 都会设立在我们的礼拜堂里 这是我们觉得感恩的 因为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可以和别的教会 来分享 所以神学院的毕业礼啊 或者是其他 全港型的聚会啊 国际性的聚会啊 很多在过往的日子 都借用我们九龙城 进行会的地方 特别是港酒盐金培灵会 每年八月初都在这里 举行 那我们看到 每年的人数都增加 那这只是一个 对培丁会来说 只是一个主堂 他们当时也开放了 其他很多的教会 用转播的形式 转播到不同的教会里 甚至海外的地方 但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仍然觉得 讲员在这里 透过转播来收听 培丁会的信息 还也不是最好的 他们很希望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参加培丁会 所以晚堂的聚会 在过去八月来说 我们看到 在烈日之下 弟兄姐妹 一早就来这里排队 亚街老街排队 排横场的人龙 希望来争取 可以进来听到的位置 当我们看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心中实在 应该有所感动 求主赐福给 全香港的教会 能够有一间 更大的建筑物 可以容纳 更多的弟兄姐妹 一定容纳不完 但是可以给机会 更多的弟兄姐妹 有机会来这个地方 听讯息 这是何等美丽的事情 所以我们 不单是 为本堂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也思想到 全香港教会 有很多的聚会 可以在这里举行 所以我们觉得 与其有很多 小小的分堂 又很难增长 不如 求主恩代 给我们可以 集中实力 能够建造 一间比较大的礼拜堂 我们也考虑到 有其他的可行性 在外国 外国大的教会 如果人坐不下 的时候 他们另外一种 做法就是 就开办新式的分堂 就开办为新式的分堂 我们也 也为这种模式到 卫星式的新堂 卫星式的新 分堂的意思 就是 把本堂的聚会 转播到其他地方 所以就是说 你在屯门 你在元老 也可以同时 来参加 这里的聚会 就好像现在的 裴灵徽一样 但这个 外国教会 也没曾确定 这是不是一个 好的做法 迟早这些教会 是不是也最好 是独立呢 所以我们觉得 仍然弟兄姐妹 分散 在不同的地方 来聚会 不是最好的 能够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一对青年男女 他们 谈恋爱 预备结婚 他们也知道 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就最好 有好的准备 最好的准备 当然就是 要 认识圣经 认识圣经中 关于 换因 关于组织家庭 一些真理 然后 当神给他们 有儿女的时候 他们能够 好好的 按照神的真理 来管教 自己的儿女 让他们长大成人 能够被神使用 被社会使用 我想这个 是年轻人 未结婚 还没结婚的时候 也有 应该有这种想法 那么张德德 年轻人准备好 要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男子就 那他的未婚区 跟他未婚区 去见岳父岳母 商讨这件事情 那这些岳父岳母 很实际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 他就说准备好了 那你既然准备好 有地方住啊 那他们说 我们又 没有特别考虑 住的地方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 建造 建立家庭 最重要的是 当神给我们 有儿女的时候 我们认识真理 知道怎么样 管教他们 那我们在这方面呢 已经 在教会中 参加了 很多查经班 也参加了 教会很多的 广讲座 关于婚姻基督徒 家庭观啊 等等 那我们准备好了 可以结婚了 那么究竟你们 准备住在哪里呢 那这个男孩就说 都不所谓的 这些是次要的问题 你看很多人住在公园 很多人住在街边 很多人住在天条底 也有地方住的 那如果要住得好的话呢 那如果生给我们 有五个孩子的时候 一个就可以 可以 寄托在姨妈家 另外一个 就可以给多 给多一点点钱 给姑姐 给姑姐 可以帮我们收养 一个暂时住在她那里 那我还有一些 很好朋友 那如果神再给我们 多一些儿女 就可以一个住在 一个好朋友家 那其他的呢 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住 以前一家八口 一张床也是这样住的 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 那你估计这个岳父岳母 会不会很开心 听到这样的消息呢 他们着重栽培儿女 但是住的地方就无所谓 我想他们不会觉得 一定要住得很豪华 一定要住得很漂亮 但是 要建立 要成家立事 又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住 这在香港现实的社会来说 很多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钱买房子 那你就不要想着恋爱结婚了 那很多人 香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建造神的教会来说 没错 栽培会众 栽培人才 门徒训练 这是重要的 但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需要 建筑物 不需要礼堂 这我相信 是说不 讲不通的 圣经很多时候 有一个家 用一个家庭来讲教会 一个家庭要建造 建立 适合的地方 来居住 这是很简单的要求 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耶稣基督说到 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 要提醒两件事 要提醒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根基的重要 比如刚才十八节说 你是彼得 我还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 因家的权柄 都不能胜过他 那么究竟这个根基是什么呢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任性 看在上面 耶稣问他们 究竟外面的人说 我是哪一个呢 有的人说 你是施智约翰 有的人说 你是以利亚 有的人说 你是耶利米 或者其他 一个先知 或者是其他一个先知 但这个不足够 教会的建立 根基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是认识 究竟耶稣基督是谁 如果耶稣是一个人 普通的人 甚至一个先知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就没有意思了 但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个 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 第一章就说神 神的儿子 父子 他们都有神的本质 你是基督 就是那位神所拆派来的 要管理神的国度 建造神的国度 所以教会 最重要的根基 就是建立在 对耶稣基督的任性 耶稣是一个哲学家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耶稣是一个 耶稣如果是一个大商家 对我们也没什么大的帮助 耶稣是神的儿子 带到世界上 为我们钉身十字架 拯救罪人 脱离罪恶 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这就是 教会建立会中 最基要的信仰 而这个最基要的信仰 来自哪里呢 第十七节 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使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使你的 对耶稣基督的任性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 是来自神的体 启示 不是血肉之躯的人 能够发明这些信仰出来的 乃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今天我们把 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圣经上 因为圣经全部 都是圣灵所漠视的 但我们相信 今天有很多的 所谓神学家 很多的神学院 相信圣经的询权威 但不相信圣经 是没有错误的 神的话语 是没有错误的神的话语 圣经有历史上的错误了 有科学上的错误了 但耶稣说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诗篇说 神的话语的纯正 是全备的 也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语 我们不能改变 因为没有错误嘛 不是说 没错误就一定是神的话语 那电话簿是不是 是神的话语呢 电话簿也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是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一定是没有错误的 当我们有这样 从神 启示来的真理 证明所漠视的圣经 是真理的时候 这就成为我们建立 教会的重要根基 所以这里 我也顺便提一提 教会现在正在聘请主人牧师 这也是教会很大的挑战 我们一般物色主人牧师的人 我要劝语 弟兄姐妹 当我们找主人牧师的时候 最重要的 在哪里把关呢 就是他的信仰 牧师和其他传道人 是不是真的能接受 耶稣这里所说的 神所启示 从生而来的真理 是绝对有权威 正确的 是绝对正确有权威的 以至于我们能够 应接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神的教会 就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所以我们可以请一个 主人牧师 他有五六个博士学位 他有很多年 牧会的经验 但他确实 不肯相信 圣经有 真理上 绝对权威的 也不肯传福音 这样对教会的帮助 是不会很大 所以以前大陆教会 比较穷的时候 他们要起礼拜堂 也在海外呼吁 那我们收到这些呼吁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有没有 信仰纯正的牧师 来带领他们呢 如果没有的话 对不起 我们不会捐钱 给你们起礼拜堂 要知道很大的礼拜堂 很漂亮的礼拜堂 但如果没有人 带领会中传福音 那他们的信仰 就是糊里糊涂的 是不值得捐钱 给他们起一件 大的礼拜堂 就算是小的礼拜堂 也不值 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欧洲的教会 在历史上 这是很认真的 为神的荣耀 起了很大的礼拜堂 很漂亮的礼拜堂 他们投资了很多 但很多到现在 都不在 都不在有人在那里 做礼拜 你去礼拜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以前 很漂亮的礼拜堂 在澳洲也是这样 在北美洲也是这样 现在卖了给别人 做五金铺 做餐厅 外给别人 做酒吧 礼拜堂 礼拜堂很漂亮的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当我们 物色主人牧师的时候 请大家祈祷 求神赐福给我们 有一位教会的领导 能够认真 接受圣经的权威 圣经是 从神而来的启示 是无误的 神的话语 所以耶稣基督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要建造教会 最重要的 是重要的 是信仰的基础要好 我们确实需要 物质的建筑物 来配合教会的增长 当你信仰好的时候 教会一定是增长的 一定是增长好的 当你信仰不好 不认真传福音的时候 教会一定会好像 启示录七校会一样 所以求主帮助 让我们看清楚 耶稣这里的教导 建造教会 要有清楚的基础 来建造在 父神从天上 所指示的真理上 那么教会 必定会像 初期教会一样 增长得好 如果教会不增长 找一个教会的传道人 回来 他不传福音音 也不讲 圣经的道理 只说自己的道理 耶稣在这个地方 说到一个家 属灵的家建造的时候 第一 这是生命的建造 但是一个物质的礼拜堂的配合 也是重要的 因为很多年轻人 在结婚的事情上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没有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说我们今天住公园 我们住街边 住其他亲戚的地方 这不是最理想的 第二件事情 耶稣基督 除了说到 建造教会的根基之外 耶稣说到第二件重要的 就是建造教会 是谁的责任 包括礼拜堂的建造 是谁的责任呢 十八节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两个我字 很清楚的 就给我们看到 到底是谁的责任 耶稣说 他要建造他的教会 在这个磐石上 耶稣说 我们建造 那是不是我们就 我们就不用动了 我们就手 翘在那里 不用动 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 被神使用的时候 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何等荣幸 神使用我们 我想我们今天 说到建堂的时候 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建筑费飙升 我们究竟能不能 应付得到呢 应付得到呢 照我所知的 很多教会的建堂 都是在 信徒 人数少不足的时候 他们去做大事 而神就 透过这样 来彰显他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是 五饼二鱼 那么耶稣 能不能够 把它变成 可以让很多人 吃饱的 五饼二鱼呢 又是我们 要尽我们的能力 让主在这方面使用 很多的 神的机构 我们看到 当他们真的需要 建堂或者 建造他们的机构的时候 神的恩典 就丰富富富的彰显 我想我们会收集一些资料 让这些见证 成为我们的 参考 第二个要认识到的是 建造礼拜堂 和建造教会一样 是建造 与建造教会一样 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建造 他愿意使用我们 我们只有感恩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嘛 就把我们的五饼二鱼 呈现在主的手中 让主来使用 让我在这里 说一点点 我自己的见证 二三十年前 神也在北美洲 带领我和师母回来 那时候是神带领我回来 到神学院这里 工作 做神学院的事工 当时神学院很简陋 只有几个教授 年纪很大 就要陆续 我来的时候 就要陆续退休了 职员只有一两个 就是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 就在商量 办这个课程 办那个课程 又要硕士又要博士 那这些东西都要做 那我们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钱的 我们所考虑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生存足不足够 至于明天就不知道了 如果一个宗派不是一个有钱的宗派 他自己要建立礼拜堂 也是挣扎的很厉害 没有钱的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 又可以使用我这样一个人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有信心的人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太简单 没有 不怎么会想 所以就不是很怕 那就 就是听到说新的课程来 我们要有新的建筑 那我们就去吧 在开始建筑的时候 请建筑师来开工 全部都有时间 要一个月给多少钱 一个月给多少钱 都签了合约 那至于签完了之后 有没有钱 有没有储备呢 是没有的 我们是零储备的 但又不 但又不会怕了 但又不觉得怕了 可能是因为工作忙 那神是奇妙的神 如果是他的工作 他要做的时候 人没有钱 神一样可以成就 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 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工程 开始的时候 定期要交钱给建筑师等等 那什么都要给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钱的 神学院是没有钱的 我只有祷告了 祷告的时候 神就感动人 忽然就有一个年纪大的姊妹 帮助神学院的需要 很奇妙啊 到最后 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要静坐的时候 我们要静坐的时候 还是没有钱 那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又是 当然又是祷告了 那么到了最后要给钱的时候 还是没有钱 还差很多 差很远 那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有感动 要我去找 一个我不认识的基督徒 他知道我是谁 我也知道他是谁 那我就找到他的办公 那个办公楼 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 我就说神学院里面 我有这样的需要 那他怎么告诉我呢 他说好了 你回去了 等到你们最后要给钱的时候 你把那个数字给我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差多少 我都会全数补足 就是神自己的感动和 神很少有人会这样捐钱 因为你也不知道 我最后结束的时候 需要多少钱 当然他是很有钱 他也愿意 你也需要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你买单 这不就是神的工作吗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一个礼拜堂 在我们来看 是又大又难的事情 但是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耶稣说你需要信心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有人来问 主耶稣基督 做什么才叫做做神的工作呢 耶稣基督对他说 相信他所拆来的 就是做神的工 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拆来的 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做神的工 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提醒呢 我曾经用过一个比方 现在重新用这个比方 和大家分享 就说到香港有一个大商人 商业做得很好 后来他就问我 要去说要去上海开一家分公司 在职员中选了一个最得力 最会做事的职员 就召他来 我说 我想去上海开一家分公司 我想请你去负责这个工作 那你就回去和太太商量一下 明天就答复我你去不去 那第二天这个职员 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就跟问老板 老板 老板就问他 你为什么 我就我就我就一天 没有看你怎么就变成这样 原来他本来有些头发是黑的 然后一夜直接就全部白了 老板就问他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都憔悴了 整个人都没有心机了 我给你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来发展分公司 为什么你变成这样来找我呢 他说老板啊 你不知道 当我昨天回去 想到你说你要去 去上海开公司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资金肯定是很大量 我根本就没有钱 那你做老板要多少钱呢 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来开公司 我需要请最少十几个职员同工 我就想到我家 小孩要读国际学校 我哪里有钱给小孩做国际学校呢 我太太如果 我如果去上海 我太太就没有了工作 那家庭的收入也少了 我想到这些 我就pass了 老板拍了桌子 我以为你做事很厉害 你很会想 原来你这么蠢了 去开分公司 当然是我的工作了 我要开我的分公司 我会负责一切 你的需要 你孩子要读国际学校 我一定会给钱 你要住好房子 我一定也会供应你的需要 所以你为什么要一夜白头呢 就是你在想 你要开你的分公司 但是我要说 我要开我的分公司 你只是帮我嘛 一切你的需要 我都会给你的 在我这么多年的侍奉里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谁的责任 今天当我们为这些事情 忧伤的时候 就是说我要做我的工作 而不是做神的工作 耶稣在十八节这里 请我们再一次记得 告诉我们说 是他 要建造他的教会 在最稳固的磐石上 就是让我们给神使用 成就这个事的大事 完成了之后 就归荣耀给神 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欢喜感谢你 因为你是可靠的神 当你给我们有建堂的 命令的意念的时候 求主你继续工作 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不是靠我们自己 乃是靠主 能够为我们成就 一件大事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 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枉然守城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请求主让我们 记得这些经文 能够在你的工作上 备除使用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祷 阿们